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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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地停靠在上海公和乡码头 流亡日本十年的郭沫若走下船 与专程前来迎接的郁达夫等人紧紧拥抱 接着 叶林凤 夏妍 阿英等人也纷纷来访 夏妍看她只有一个旅行带 问她还有什么行李 郭沫若笑着做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 我只带了一支笔 十年流亡 历经坎坎坷 后来郭沫若回忆说 想起了十几年前 在上海城皇庙曾被一位看相的人开过玩笑 受我四十六岁教大运 忽然一急 顿绝其言 所谓大运者 该生死大运也 郭沫若一回国 就投身于紧张的抗日救亡运动 他前往松阜前线劳军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 创办了救亡日报 并且四处进行演说 为民族威王高呼 这时候的上海已经成为孤岛 郭沫若南下广州 凭借他的社会影响力 使救亡日报迅速复刊 元旦刚过 他突然接到陈诚发来的吉典 要他前往武汉会面 郭沫若即刻被杀 与他同行的是 救亡日报先遣队的一位女青年 于力群 这次同行却成就了一段姻缘 于力群从此走进郭沫若的生活 成为他此后长达四十年的人生伴侣 郭沫若到达武汉 与周恩来久别重逢 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三厅厅长 一时间 武汉抗日救亡运动 轰轰烈烈地开战起来 十个抗敌演剧队 四个抗敌宣传队 一个孩子剧团 还有漫画队 放映队 纷纷奔赴各个战区宣传抗战 工作卓有成效 1937年底 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这里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重庆 从一座古老的军事要塞 一跃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 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远东战区指挥中枢 武汉 长沙 衡阳 桂林 郭沫若 辗转大后方 1938年底来到重庆 1939年3月9日 郭沫若乘飞机抵达乐山 这是他阔别26年后 第一次回到故乡 这一天 正值父亲86岁寿辰 眼前的父亲已苍老不堪 重病在床 郭沫若归在父亲的病床前 心痛不已 一直服侍在床前的 是郭沫若的妻子张瓶华 此时的张瓶华已两病斑白 二十多年来 他孝敬公婆操劳家务 赢得了全家人的尊重和信赖 也在孤寂中 默默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母亲临终前留下一眼 让人转告郭沫若 将来一定要善待这个儿媳 不能让她受罪 郭沫若满心愧疚 当着父亲的面 给张瓶华深深举了一躬 1892年11月16日 一个婴儿孤孤坠地了 这是一座在当时农村 颇为气派的大寨院 在郭沫若的记忆里 这里一直出奇的阴暗和拘谨 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 也暗无天日 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 爬满了厚厚的墨绿色的苔藓 郭沫若就出生在这里 取名郭开真 在郭沫若的少儿时代 有三位人物对郭沫若的成长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位是他的母亲杜氏夫人 一位是他的大哥郭开文先生 还有一位是随山山馆的老师 沈焕章先生 这三位人物从不同的程度 不同的方面 对郭沫若的思想信念 人格形成和文化知识 都起到了真正的启蒙作用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 日期是二十七 我是五十生的 听说我生的时候 是脚先下地 这大约是我的一生 成为反逆者的第一步 或者也可以说 我生到世间上来 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家定古城俊秀雄旗 大渡河轻易将奔流而过 1919年首次发表新诗时 郭开珍以故乡的两条河 墨水与弱水为号 字数笔名墨弱 自此 郭墨弱三个字 闻名中国文坛 家定一代 文脉长生 历代文人默克 在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留下了许多诗文 其中 与苏东坡相关的名声最多 陵云山上的东坡楼 相传为苏式读书写字之处 郭墨弱一生 深受苏东坡的影响 特别是诗歌 书法的豪迈气质 与挥洽不济的浪漫风骨 深得苏东坡的神韵 三月十日 回船拜售结束后 郭墨弱辞别父亲返回重庆 船行事在北上重庆的长江之上 显爱的峡谷 低沉的云雾 让他一定想起二十多年前的情景 当时的他怀着对辛亥革命和自己婚姻的失望 乘船直出奎门 踏上了十夜救国远赴日本的求学之路 那一路他心潮跌宕起伏 凄凉而迷茫 而今天再次出船的郭墨弱已是天命之年 江面上云雾依然低沉 峡谷依然险碍 国破山河灾 一个文人的笔纵有千军众 又如何救民族于水火呢 1941年 随着抗战进入香池阶段 国内党派斗争日趋激烈 阴霾中的陪都重庆 云层涌动 山雨欲来 十月的一天 是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墨弱 正在重庆天官府四号寓所紧张工作 周恩来突然来访 提出了一个令郭墨弱始料未及的提议 中共准备为他五十寿臣 即文学创作二十五周年 举行一次纪念活动 迷惑不解的郭墨弱得知 这是为了政治文化斗争需要 那一天 那一天 对郭墨弱来说 可谓宠容备至 天官府高鹏满座 青年们给郭墨弱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一支硕大的毛笔 上面欠着乙清妖孽四个大字 与此同时 延安 桂林 香港等地 都举行了专门的庆祝活动 1941年11月20日 为了贺寿重庆抗建堂 开演了历史剧《堂地之花》 改剧如金雷般 打破了政治阴霾中的山城重庆 很快在各街民众中引起极大反响 趁着势头 郭墨弱很快开始了新的历史剧《曲原》的创作 并一发不可收拾 先后写了虎符 孔雀胆 南冠草等剧 进入了创作生涯中的历史剧高产期 从1941年的年底到1943年的4月 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 郭墨弱连续创作了六部历史剧 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第二个爆发期 《曲原》是郭墨弱历史剧的代表作 创作这部剧 郭墨弱就是想要把时代的愤怒 复原到《曲原》的时代里去 从《唐帝之花》到《曲原》 那个时期郭墨弱写了五部历史剧 动作之快 产量之大令人震惊 日本有人陆地更说 这些作品任凭人们怎么去评说 在农物弥漫的重庆 对于那些被又一重政治上的迷雾 压抑得快窒息的民众说 他们终归是一股清风 沁人肺腑 终归像太阳一样 不断唤起人们的勇气和热情 假如把鲁迅比成为中国的明镜 批判精神的代表 那么郭先生就是中国人民的战斗的旗帜 斗争精神的代表 新中国航船的北杆 已经快要出现在地平线上 中共中央广泛邀请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 赴解放区 共商开国大业 3月23日上午 中共中央机关乘汽车离开西百坡 前往北平 下午在北平西原机场 中共领导们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 及民主人士一千余人见面 并检阅部队 下午三时 郭沫若与黄炎培 陈书通 马银初同坐三号小汽车 随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前往西原机场 等待阅兵的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碧石 林伯曲等 一个个风尘仆仆又神采飞扬 郭沫若奔过去 与他们热烈握手 毛泽东穿着翻领军大衣 细细打量了一下郭沫若说 你瘦了 但精神却特别好 郭沫若微笑之一 郭沫若站在毛泽东的右侧 与李济深 沈君如 黄炎培等各民主党派要人 一起合影 这已开明的政治形象 今天看来仍然意味深长 1949年10月1日 天安门城楼重演下 轻轻晃动着红色红灯 广场上翻卷着红旗的海洋 郭沫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对于郭沫若来说 他艰辛追求几十年的救国梦想 终于实现了 1959年初 已经对历史剧戈笔十六年的郭沫若 在七天内完成了一部历史剧 上演后 当即成为戏剧界最走红的名剧 这就是历史剧《蔡文基》 郭沫若曾经说 在我的生活中 同蔡文基有类似的经历 相近的感情 甚至说 蔡文基就是照着我写的 有一天晚上 在红冰楼饭店吃饭 他坐在总理旁边 当时总理说 不妨写一个戏 替曹操翻案 从这些史料我们看出来 郭沫若替曹操翻案 是这个戏的主要的动因 但是 如果没有他自己 别夫抛子 回国抗战的经历 如果没有他对蔡文基 巨大的情感投入 这个戏的艺术魅力 是会大打折扣的 1949年后 郭沫若身份多重 为高权重 长期担任国家 重要领导人 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29年 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20年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而每当人们赞扬他 在诸多领域 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时 郭沫若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微笑着说 十个指头摁跳走 一个没摁到啊 1963年11月 郭沫若和全家搬到了位于石刹海西岸的 前海西街18号 当年这里叫西和远8号 是悦达仁堂私宅的一部分 比起之前居住的大远胡同5号 这里自然显得更加宽敞典雅 夫人余丽群对孩子们说 我们是随时可以搬出去的 是工作需要住进来的 这里并不是我们的家 郭沫若在这里接待外宾 与夫人余丽群写字独贴 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5年 我们进了这个院子的时候 还没有进房子 在这个通道里头 母亲就把我们拦下了 就告诫我们 这个院子不是我们的家 是父亲工作需要安排的 随时都可以搬出去 这个院子里头啊 原来有好多枣树 这个枣树的品种相当的棒 枣子大啊 大的有的时候这么大 像小鸡蛋一样大 而且味道非常甜很脆 到了中秋节前后 是收枣子的时候 我们上树打上房打 然后老爸老妈在下面也跟着剪 然后剪出来那个最好的最大的枣子呢 妈妈常常把它们用牛皮纸口袋分装 一袋一袋的 然后送给朋友们 像总理我们叫好爸爸 还有陈老总 很多朋友家都会送去 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品尝 这份枣子的香甜 1965年 北京的第一场雪来得格外早 这是个分外寒冷的冬天 11月10日 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 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久经历次政治运动 而变得十分敏感的人们 分敏感到一股凛冽的寒气 几个月之内 批判风潮席卷整个文坛 此时郭沫若逐渐意识到 他即将步入人生最为艰难的最后岁月 1967年 因为对文革的不理解和身体的原因 郭沫若与于于吕群的第三个儿子 郭明英突然自杀 儿子的死讯 让郭沫若悲伤不已 然而 就在他还没有从悲痛中平息下来时 另一个儿子郭世英 又出事了 郭世英 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 知识广播 在同学中颇有号召力 曾与三个中学同学组成四人小组 探索未知 取名X 不久 因为离经叛道而被捕 他在被送往农场劳动锻炼期间 吃苦耐劳 多次受到标扬 两年后 转到北京农学院 本以为事情过去了 没想到 此次郭世英 再次被造反派关押 说他用英语打电话时 里通外国 又翻出X小组的旧长 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要揪出 让他进入农大学习的 黑后台 儿子被抓当晚 郭沫若正出席周恩来召集的一次会议 研究解决群众组织派性斗争 严重干扰科研工作的问题 会议一直持续到后半夜 这一夜 郭沫若几次想对周恩来开口 却最终什么也没说 他已经敏锐地观察到 作为总理的周恩来 此时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 三天后 当郭沫若的秘书和他的子女见到郭世英时 他已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爱自民营世英 先后被迫害之死 对郭沫若打击极大 郭沫若仿佛一夜之间老了许多 不久 家里人看到郭沫若经常附在暗头 默默地抄写儿子世英留下的日记 总共抄了八大本 也许这是他与儿子交谈的独特方式 也是他寄托自己哀思的最好方式吧 他和夫人余力群说 孩子们想追寻答案的那些问题 不也是我们年轻时思考过的问题吗 这些日记至今仍静静地放在郭沫若故居的办公桌上 这八本日记寄托着郭沫若内心深处 难以言说的痛苦与孤独 1976年的中国风云激荡 十月巨变文革终结 郭沫若是在北京医院听到了消息 在人们的搀扶下 他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并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河头粉碎四人帮》 经玉剧演员常香玉感情充沛地演唱 这首快至人口的诗词传遍大江南北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1978年6月12日16时50分 郭沫若赫然离世 终年86岁 在即将离世的最后时刻 看一遍遍遍地 低声涌送取缘的离骚 6月20日早晨 一架银色飞机 载着郭沫若的骨灰 飞向山西西洋大寨村的上空 飞机盘旋三周 将骨灰撒在那广茂的田野上 郭沫若 一个具有多重社会身份 多重文化心理 和多重性格结构的百年风云人 他曾经的风华绝代 豪迈时风 他曾经的纵横驰骋 登高礼呼 他曾经的聪颖天资 卓越学识 他曾经的激情四射 浪漫风流 丰富了历史 也改变过历史 如今 他的喜怒哀乐 他的悲苦欢喜 都已经远去 历史 无论怎样评价他 世间 无论多少众声喧哗 都已经听不到了 作为一名文人 他的文字 就是他留给后人的一切 今天 郭沫若依然静静地坐在这里 目光 眼神 风度 气质 个性鲜明 内涵丰富 沉默地面对后人 他的对面 是他首书的一首诗 寄托着他终生追求的 昌明社会的理想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作词 摩托着三年 百花齐 一人 乱托 一人 一人 也要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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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長大悲無焰 大悲無焦 大悲無焰 大悲無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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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